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 今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们家的牡丹鹦鹉出了点问题 鹦鹉妈妈开始咬还没有出窝的小鹦鹉 开始吧还挺正常 但是这几天开箱的时候发现小鸟身上有伤 它看了监控之后发现是猛鸟咬的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像这种情况,众说纷纭总归就是母性不好 到底是哪里不好 我个人找问题一直用排除法 首先看大鸟咬小鸟的是哪里 怎么给咬法 是拔毛还是直接咬死 如果直接咬死的话 大部分都是公鸟干的 因为母鸟很少直接会把小鸟啄死 大部分母鸟啄小鸟就是拔毛或者是啄伤 反正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到底是因为什么母鸟会去伤害小鸟 网友倒是有很多解决办法 据说有的确实有效 其中就有我之前提到过的鸟的心情的问题 你没有时间陪鸟的情况下 最好给它找个伴侣 再就是营养的问题 绝对不能让鸟吃的太单一 还有就是细菌了 那么解决办法就显而易见 首先是卫生 我们给鹦鹉的食物一定要新鲜卫生 尤其是水槽的水 看见不干净的话就马上就换新的 然后就是通风光照 最好能在繁殖箱上面放一个温湿度计 温湿度随时调整 最后就是饲料问题 一定要保证鹦鹉的营养均衡 蔬菜水果保健品都不能少 我发现很多人都忽略了保健砂 其实呢有的鹦鹉墨鱼骨它只是咬着玩一玩 最好还是给点保健砂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想繁殖想下蛋 或者是拔毛用小鸟的毛去垫窝 这种情况就需要把小鸟拿出来 不能再让大鸟继续咬了 不然真的会咬死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去年养的一对牡丹鹦鹉 开始只有一只牡羊 就是我用珊瑚换来的那一只 后来我又给他找了一个老公 看着他们很相爱 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每次孵化出来的小鸟都会死掉 然后我就开始各种求助 有的人说是饿死的 有的人说是踩死的 有的人说是冻死的 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 然后再想想问别人没有用 因为别人根本不了解 我们家的牡丹鹦鹉的情况 比如我都喂了什么 他们的环境怎么样 温湿度是多少 种鸟的性格怎么样 后来我为了找到原因 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小型的监控摄像头 回家后装在繁殖箱上面 每天把视频保存下来 自己观看一下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装上监控之后 起初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可以看到他们每天都很正常 都已经五颗蛋 母鸟真的很尽职 是我冤枉它了吗 再等等看 但是让我最不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都已经这时候 怎么还在交配 感觉它也不是那么喜欢喂母鸟 我们看前面这么多天都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最后小鸟出壳了 开始的时候也挺正常 过了一会儿我打开监控 想看看母鸟有没有在喂小鸟 如果没有在喂的话 我需要把小鸟拿出来 结果我打开一看 唉 心又彻底凉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就开始看回放 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一幕 我当时都傻了 怎么还有这个情况 当时没看清楚我调整了一下播放速度 可以仔细看到 结果发现是鸟爸爸干的 太狠了吧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前几窝死的莫名其妙 现在看来 一点也不莫名 一点也不奇妙 我们放慢 仔细看 如果不是有监控的话 根本不会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将公鸟隔离之后呢 又观察了几天 发现母鸟真的很尽职 是我冤枉它了 起初我还怀疑是它干的 经过这个事件 我每次算时间 在小鸟出壳前一天 我就会把公鸟隔离 其实啊 所有的鸟死亡都不是莫名其妙的 也就是说 等不到它老 就会死去 我们既然养了它们 就一定要细心观察 每天至少观察个15分钟吧 手养鸟的朋友 真的要特别注意 跟鸟互动之前 一定要洗手 带鸟出去玩 尽量不要让它们去 外面野鸟经常活动的地方 因为野鸟的粪便 羽毛 都可能将细菌传染给家养的鸟 如果以后自己的鸟出现了问题 在请教别人之前 先细心观察 看看与之前的状态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样回答你问题的人 才能推断出问题所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